由于是月如的主场 所以本小姐来讲解一下 太师六星饰品魂石随意 星术不够者要注意地板回合 风寒月神兵二级而已 要求妖术师跟剪西地戒指 李逍遥技能带妹飞行带队就可以了 魂石饰品随意 林月如也是同理 带妖术师跟剪西地戒指 我的主场靠我晕抱对面 风铃声魂石饰品也是随意 主要是在动技能 接着进入战斗环节 战位跟我一样 先用太师铺三回合的地板 主要是靠地板针炎24%跟燃烧12%去烧 风寒月先用小AOE打单音 注意要触发妖术师跟神兵才可以游 接着风寒月跟太师站在起 让逍遥带我们飞走 这个就是基本陶克操作 前面三回合是差不多的 月如只要钉剑鞋一个人 等等会再讲解 风寒月砸大AOE 这边也要触发妖术师跟神兵 接着其他人就是走位跟待机就好了 如果风寒月的神兵或者妖术师没触发 可先动其他人做洗击率 这边太师跟风寒月要接着出去 风寒月小AOE砸小僵尸 可以让所有人断腿 这里如果没有神兵或者妖术师就随缘了 重点是后面的月如要妖术师 时钟洗几率有限 风寒月上完后 换太师上 正常是这样 但是因为我先触发月如的妖术师 太师可以在月如后面再动 月如这边缘的勾晕剑鞋 记得要触发妖术师呦 如果没有触发 就是用时钟 先动太师 再动月如 开局只要用成像这样 基本上很稳了 接下来我就不解说了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另外想说我九如塔比较随意爬跟纯记录影片 因为九如塔本来就比较考验练度跟角色池 用高练度账号特意拖下魂石装备去打26层33层 感觉有点多此一举 谁会裸体打九如塔 总而言之 九如塔属性层40层厚 毛月如会常常出来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是李逍遥 没一个能打的 本作可不会手下留情 听言外相 是不越落星辰 浮生未歇 没一个能打的 本作可不会手下留情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本作可不会手下留情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李大侠就是我 李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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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iye逍遥 李逍遥 李逍遥 月落星辰 浮生未歇 炕山雪 李大侠 事不宜迟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月落星辰 浮生未歇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本座可不会手下留情 月落星辰 浮生未歇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回来 援援神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作可不会手下留情 本作可不会手下留情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事不宜迟 天有学悦 本作可不会手下留情 月落星辰 扶生未歇 月落星辰 扶生未歇 本作可不会手下留情 本作可不会手下留情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事不宜迟 本作可不会手下留情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上千雪 没有人可以逃过我的剑决 李大月落星辰 无声未歇 天有万象 轩辕神力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月落星辰 扶生未歇 本作可不会手下留情 月落星辰 扶生未歇 月落星辰 扶生未歇 事不宜迟 好 事不宜迟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事不宜迟 李大侠就是 本作可不会手下留情 该我见招了 李大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唱山雪 想不到吧 事不宜迟 听人问笑 可还有什么遗言吗 我就是李宗盛 我就是李宗盛 我就是李宗盛